兄弟 把这条鱼给我做了 不是 大姐 你想咋吃呢 谁是你大姐 我是你姐夫 姐夫 你想咋吃 别整都没用的 兄弟 我想吃鱼了 这是我花两千块钱买的鱼鱼 平时的烤鱼我吃腻了 我整个不一样的 没见过啊 不是 没见这么大的 加工费 不吃不见谁跟你做了 做好了 让我满意了 这一千都是你的 做不满意 陪我挑鱼 哎呀 你怎么旁边没看大结局 等一会 你先坐下 二两千块钱买条鱼鱼 只为吃一道烤鱼 当天话急必须得做到 大哥没见过 那么今天咱们就给他做到融合赛 饱水旺烤鱼 首先咱们宰杀 去葬口菜 凭乏这么多年鲨鱼的经验 这条鱼最起码有十几种 清洗干净之后放入大盆 把速度开水烫一下 中滑鱼表面这层黏膜必须去掉 刚才大哥说这条鱼驾驶两千块 虽然有点花生 但是在我学徒的时候 一条二斤中的鱼就能卖到 我一个月的工资 这上面是它的鱼帘 它们得把它搬掉 搬不动可以不去 这条鱼啊 你得让它啪的做鱼 肉厚不容易入味的地方 给它来上几刀 鱼必须提前腌制 改刀完毕之后放入大盆 抓着一大把盐 直接撒在伤口 六十度的草原白淋在伤口上 曾经虚枪解腻消毒 两毛倒手 要想做菜箱必须有葱姜 大葱切段生姜切片切好之后 直接抹在伤口 挖上拽上一把香菜 抹匀之后 腌制二十分钟 准备一个头寒 铺上锡纸 马上洋葱和香芹 装滑鱼 摆好姿势准备开烤 炒八小时 趁烤鱼的这段时间 咱们准备毛血旺的料 鸭血直接切成后片 放入方盘中备用 今天咱们不谈正宗 只谈好吃 午餐肉 切成毛片同样放入方盘中备用 冷冻的青青肠鱼豆腐 黄猴百叶 黄山的买不着 博士不给你放 下班了吗 吃饭了 去拿擦放 前期终了都就行 今天二蛋操作 二蛋解释开烤 好 大家切两点 我本书咋了 书咋了 书咋了 锅中水再次沸腾的时候 下入火腿 依次下入鸭血黄虎百叶 请起操探一下即可 倒入肉烧控水备用 跟着过去表面 鱼的烧火 然后过一下少许底油 烧热后下入花椒麻椒 萌火加持炸出它的香味之后 再来上一大把干辣椒 葱花桑末将一蒜子直接烤入 再加入少许豆瓣增香上色 川菜师傅在这头上 半勺香辣酱 再来上一块自己炒的火锅底料 然后蒙火加持炒出颜色 逼出香味 锅边挤入料 就让其灰发增香 然后再加入能没过食材的水 大火烧开之后 咱们开始调味 少许盐鸡粉白 当时接稿里 当时大火烧开之后 咱们捞出料炸 食材小火慢烧一下 中华薰烤到爆皮 而且滋滋冒油 龙筋爆跳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中华了 这条鱼啊 师傅这个小厨师做过 这辈子最贵的一道菜了 咱们直接出锅 把这花椒辣椒麻辣椒 烧上一锅热油 直接清洁而下 正所谓 要想生活过去脑蛙 必须省点铝 壁车还大 算不算 我先倒给你菜好了 哎呀 华操 先来个这个 哎对了 我把那个钱给你 不是大哥 钱我不要了 我送人回去吧 抓紧做 快做快做 这么好吃的 哎对了兄弟 嗯 狂飙那个结局最后 咋着了 抓紧强就是没了吗 啊 没了 哎兄弟 那个 那个钱你一定要收一下啊 一定要收一下 千万别客气 做得非常好 啊 行那咱这 抓个朋友 我那咱 我小名叫老沫 是吧 哈哈哈 哈 啊 哈 哈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